诸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数儿篇第三章 子曰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物优也 洗古作丛 跟着学 洗这个字 古代做随从的修 这是跟着学习的意思 洗是迁移过来 迁洗 两意相同 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子曰 得之不修 孔子对教学也有犯愁的事 也有忧虑 孔子教人成圣成贤 教不出来 所以忧愁 德之不修 教人德 大家不去做 德 往外推动就辨职 德有凶德 正德 所以必须修 省察修制 不可离道 至于道 率性之未道 不变样 修道之未教 教你德 却不肯修制 不知从何学 有方法就必须学 这是讲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学之不讲 学 学习是老师教给学生的方法 学术必须讲解才明了 如果教学不讲解 那么学生就不明了 这些理论方法了 所以学必须要讲 学了也不讲 那么例如我们学习讲经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新加坡 敬中学会也办过红法培训办 有的法师学了回来继续讲 有的回来他就没有再讲了 那没有再讲 那这个就学不出来了 所以学要讲 那么教了呢 学了之后不讲 是不能明了的 自己不明了 当然也不能帮助别人明了 文义不能习 文义不能习 讲解听了 对的要守住 不对的要赶快迁到义 迁徙就是赶快改变 义是合理的 对的 那么如果不能迁徙到这个义 听明白了 这个也不行 不善不能改 不善不能改 不学孔子 及佛的十善业 就不懂善文义 没有学孔子 学儒家 比如说学论语 那就不懂得 那什么叫文义 什么是义 什么是不义 这个就不懂 那没有学佛的十善业 那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 那也不懂 这个善不知道标准在哪里 所以必须学孔子 学卢 学佛的十善业 才知道文义 善它的标准 若是知道善不善 有过就算不善 过是比较小的 叫过失 罪就比较大了 知道善不善 有过就算不善 不必说到罪 过而能改 善莫大言 昨天有过 今天一下改过来 一改当时就成好人 不仅善 而是大焉 人非圣贤 谁能过 所以改过 这个孔子与佛都赞叹 孔子赞叹改过 佛赞叹 忏悔 普贤菩萨 十大愿王 第四愿 忏悔业障 就是改过 事无忧也 孔子教人 这四条都办不到 这是孔子为师的忧虑 人才教不出来 是孔子他的心事 他教学 那学生 这四条办不到 是孔子他为师的一个忧虑 因为这样人教不出来 好 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贿增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好